台積電今天再漲 哇 今天整個大盤是 17800 對 來 先跟各位談一個好消息 我們的王毅川升官了 他現在升到民進黨的政策會的執行長了 真的喔 確定了 這是最新的一個消息 剛才已經見報了 所以王毅川當然就 欺詐王毅川 難怪他不能出國太多 難怪 雖然他留在台灣沒有到日本去玩 但是他應該是有更大的一個責任 被你贈號丟包 來談到台積電 這次在選完之後 可以說是峰迴路轉 為什麼呢 因為選完之後 台股就出現了史上第三大的一個賣超 賣了780億 當時賣了非常多的金融股 賣了非常多的傳產股 跟國內一部分的石化類股 簡單的說傳產跟金融就賣掉了 我那時候在野黨多開心啊 見烈欣喜 他們就說 你們看 就是因為選錯黨了 人家外資通通都要跳船了 結果過了兩天之後呢 整個外資又出現了史上第三大的一個買超 買了801億 而且非常的技術 780對80億 就是說 我賣了780億 我買了801億回來 其實你知道他買什麼嗎 買什麼 單單台積電買了11萬張 那台積電很貴嘛 所以單單台積電一檔就買了300多億了 然後沿路過來的話 他們就說什麼呢 說台積電 因為再來陸陸續續 這兩天投行的很多的草稿我都看到了 台積電是今年有可能是第二次 因為台積電在2022年的時候 是史上台灣第一家公司挑戰破照獲利 聽好不是營收喔 是獲利的公司 在2022年已經挑戰成功了 今年目前因為美元部位 營收有希望成長21%到25% 那因為美元會波動嘛 所以今年他還是有機會來做整個挑戰破照 這個是第一件事情 沒有想到就在這個關鍵的時針點 黃仁勳董事長又來台灣了 他又去吃夜市了 然後他又來到台灣之後 因為黃仁勳董事長非常愛逛夜市 因為跟那些攤伴們 也都成為了很好的一個朋友 他每次都帶他太太 其實他太太都在旁邊 其實他有時候兒子也在旁邊 都很低調 其實他們是很有錢又很低調 那目前輝達的話 他們的市值大概是1兆4千億美元 所以目前黃仁勳董事長是華人當中的趙元郎 他的身價一個人就破趙的一個台幣了 但簡單的說 很多人都說現在把AI打開 裡面就是滿滿的一個台灣味 好 現在整個藍營又不開心了 他就說怎麼這麼奇怪 那個話很酸 為什麼呢 因為上個禮拜有一個消息是 三奈米廠有在開第三座要在高雄 對不對 想不到今天登登 又發生一件事情 這個一奈米廠 現在跟各位談 他最簡單就需要大概 大概需要100公頃左右 100公頃 目前以台灣來說 有這麼大的地的話 大概只剩兩塊 一塊的話 就是在台中之前 徵收高爾夫球場那塊 另外一塊的話就在嘉義 因為嘉義他們現在有一塊地 徵收回來之後 目前在整地當中 所以現在來看的話 夠大夠方正 而且能夠夠一奈米來用的 是盧勳董事長自己也不要 他就說他是拒絕台積電的女人 不是嗎 現在這個還在拔河當中 但是據傳是 一奈米如果真的有機會 落腳在嘉義的時候 目前台積電當然是說 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但又有人就說了 真奇怪 怎麼都是你們綠營經營的縣市 都沒有在藍營經營的縣市 但我們這時候再回頭去想一件事 各位還記得幾年前那時候 台積電迫於壓力之下 那時候美國一直照 他沒辦法去做設廠 設完廠之後很多人就說 哎呀台積電要變成美積電了 你看掏空台灣 各位有掏空嗎 其實是沒有的 那我們再來看 現在習近平可能真的要心碎了 為什麼呢 這過去的十年 據傳中國補助國內一萬家公司 據傳超過一兆人民幣 結果也沒開出一朵花來 真的是沒開出一朵花來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現在他沿路走走走 據傳是他現在可以用 28奈米的設計 用14奈米的機台 做出7奈米的整個晶片來 但據傳因為 四次的整個光照分光 它那個是天文備用 好多台灣的工程師就說 沒人這樣做你知道嗎 這感覺像什麼你知道嗎 感覺像你用鉛筆 去做整個神像的雕刻那種感覺 那是很不對的 那目前呢 你的形容好可愛 因為這個有精密度的問題 因為我們有常常去看那個機台 那個機台其實真的是 很高檔的一個機台 沒錯 那麼目前的intel的基辛格 他就認證了 他就說中國的晶片的製程 會落後10年左右 但現在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現在其實呢 各家各家都非常著急 今天早上 我快速講 時間差不多一點點 各位都知道 現在有那個open AI open AI 現在那個掌門人叫奧特曼 奧特曼 奧特曼據傳呢 他們最近拿到了80億到100億美金的一個資源 聽說是阿拉伯人給的 阿拉伯人也急 他說呢 你趕快去約 看他約台積電也好 約三星也好 錢我們給 但是廠要開在阿拉伯 廠要開在阿拉伯 那當然這還在傳聞之中 但可以確定一件事情是 過去幾年 因為我們政府的改革開放 讓台積電有一個地方 可以讓他大聲拳腳 台積電逐漸的開花結果 從過去騰訊是亞洲最大 到這幾年 台積電都是世界冠軍 但我們不得不說一件事情 台積電隨著技術往前走之後 讓我們台灣一來經濟變好 二來我們很多的學生 我們很多的工作同仁 有好的一個收入 第三 大家都發現 沒有台灣 飛機不能動 氣象不能動 任何認識 只要是高科技 台灣就是世界的大腦 沒錯 感謝敏寬 正式的把台灣 第三 上架在世界上